刚才说我们把命题抽象为数学符号 这个数学符号尽管只能取一两个值 但是它也是一个数学的 起码是数学化了 数学化之后呢 我们讨论有简单命题构成复杂命题的机制 就是所谓的连接词 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 我们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抽象出了五个连接词 第一个是所谓的非 第二个是所谓的何取 两个连接词 这两个连接词呢 我们或多或少都见过 在数字逻辑里面 在你们开始解析论里面 都会说到一些 所以我们说得快一些 第三个是吸取 我们的吸取 上就表示或 有两个命题 PQ 然后呢我们更定义第三个命题 叫做P或者Q 这个命题呢 我们称为PQ的一个吸取式 至于这个何取和吸取 这个名称来法 早年翻译的时候 我们的前辈 老先生们 他们都懂文言文 实际上是文言词 何就何到一块来 习就是分工离习 是吧 就分开了 分开了这个这样的词 所以这是翻译的一个方式 这个称为吸取式 吸取式里面 构成吸取式那个词 当然我们就称为 叫吸取连接词 吸取连接词呢 用这个符号 跟刚才的何取词呢 正好是队友的 队友的 吸取连接词的 那个肩头是超下的 何取连接词的肩头超上的 就这么个差别 当然意识着 何取和吸取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定的对偶 将来我们会看到 这两个在性质上确实有对偶的地方 这是这个吸取式 吸取式的真假 我们也用这个表 也用这个表 这个表相当于也像一个运算表 运算表 它什么时候为真呢 就要PQ里面有一个微真 有一个微真 整个P或者Q就为真 然后Q微真的说它为真 P微真的说它为真 两个对微真的说它为真 这个我们的吸取连接词 有的这样的吸取连接词之后 何取连接词之后 我们签三个命题 很容易表示了 这个表示为非P 刚才我们的地方表示了 表示为非P P表示张三考及格了 出现成这样的一个命题 这个张三和李森都考及格了 就可以出现为这个式的 出现为这个式的 相当于我们的代数式一样 带数式一样 张三和李森有人考了90分 可以出现为这个式 P或者Q P表示张三考及格 Q表示李森考及格 出现为这样的式的 类似的 如果张三难考及格分 李森难考及格分 就可以表示文章的远寒 远寒也见过 如果P在Q 我们称为PDQ的 叫做P对Q的远寒式 远寒式 这个远寒式呢 这个中心那个词 我们叫远寒连接词 远寒连接词呢 写成这样的一个箭头 那远寒式就写成这样的一个符号 这是第四个 远寒式的真假值 应该由P和Q完全决定 确定的方式在这个地方 这是它的构造方式 什么时候真 P远寒Q什么时候真 什么时候假呢 如果P为真 Q也为真 那整个P远寒Q就为真 这个好理解本身的含义 本身的含义 如果P是对的 Q就对 P确实能远寒Q Q是对的话 那保证Q是对的 那保证Q是对的 这是本身的远寒的含义 所以这个好理解 什么时候这句话不对呢 我P对了 我提的条件做到了 条件我做到了 但是你没给我结论的保证 没给我结论的保证 没给我结论的保证的话 那你就试验 你试验就是错误了 你就犯错误了 所以如果前提满足了 但结论没满足 那整个问题就会假 你说这句话就假了 如果你送我一辆车 我就给你十万块钱 那我什么时候给你十万块钱呢 你送我车了 我给你十万块钱 大家相样无事 如果你给我一辆车 如果我不给你十万块钱 你肯定不干了 你肯定要跟我打官司 车给他了 他不给我钱 成了抢了 肯定就麻烦了 所以这时候好办 还有两个 还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 你没给我车 没给我车 当然我也没必要给你十万块钱 如果你给我一辆车 我就给你十万块钱 我十万块钱买了一辆车 如果你给我一辆车 我就给你十万块钱 你不给我车 我当然也不会给你钱 所以这种情况 如果你不给车 我也不给钱 哎 你不给车 我也不给钱 那这个显然是不会相样无事 所以这个情况整个面积呢 相样无事 这种情况 没给车呢 也给钱了 没给车也给钱了 当然更好 如果你肯定要给你十万块钱 可是你呢 很不幸 你家里面出事了 你把所有东西都变卖了 你也没车了 你现在已经穷困潦倒了 那我也给你十万块钱 看你作为一个有情帮助 还给你十万块钱 那更好 那不解释没发生问题 而且感激不尽 所以这地方也为真 所以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定义方式 这是第四个 最后一个 P当仅能Q P当仅能Q P和Q呢 两个P能运行Q Q能运行P P能保证P对的话 保证Q能对 Q对的话 也能保证P是对的 所以这两个等价 那什么时候对呢 他俩 他为真的时候 他也为真 他就为真 他不为真的时候 不为真就为假 所以他为假的时候呢 他不为真 他不为真的话 Q就不能为真 Q不能为真的话 他就为假 所以都真的时候 都假的时候 等价是一 一个真为假的时候呢 两个就不等价了 两个就不一样 这时候呢 就是零 这样的连接词 我们叫做等价连接词 用双镜头来表示 这是我们定义的某个连接词 某个连接词 有了后面两个连接词 我们后面的两个 那个例子里面的后面两个例 这两个例 第四和第五 分别可以表示成一个 约翰式和个等价式 等价式 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 好像说我们从这个考完试以后的 这一年算的动作里面 我们说我们可以出现出这五个连接词 出现出这五个连接词以后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考察这五个连接词 到底能表示哪些符合命题 哪些符合命题 我们可以用这五个连接词来表示 我们要考察这五个连接词 是不是能够 能够表示很多的日常生活的命题 或者日常生活的那些命题 是不是都用这些命题来表示 我们先通过例子来看这件事情 我们看一些例子 日常生活的例子 看看我们这些命题 我们这些连接词 能不能表示这种生活的例子 这是自然的一些命题 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说的一些话 常说的一些命题 看看这样的命题 能不能用五个连接词表示 第一个是说 铁和氧化合 铁和氧化合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说 如果我下班早 我就去商店看看 除非我很累 有同志经常这么说话 如果我下班早 我就去商店看看 跟着又来了一句 如果我下班早 男朋友就猜 到底什么时候去商店了 到底什么时候去商店了 拦着这个思维跟不上 转了半天 那这件事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什么是为真 什么是为假 我们通过这个命题 表示出来就很容易了 第三个 李瑟斯基研机系的学生 他说在3月20或者3月30 这种情况也挺常见 下课以后 大家都在去食堂的路上 有很多人都走在一条路上面 突然前面有个人很高大 魁梧 很出众 然后两个人看到了这个人 这个是谁呀 说这个人都不知道 这个人是谁呀 他叫李瑟 李瑟是谁呀 他说啊 李瑟是基研机系的学生 住在3月20或3月30 问的人就说 噢噢噢噢的意思说 明白了 所以描述李瑟那种情况 没有什么情况 都说对还是错 不知道 对吧 对还是错还是不知道 好 我们又把这个 变成一个 我们能够研究的一个 一个命题 能够的命题 表示我们的一个数学符号 表示我们数学符号的串 好 看看我们的李瑟斯 能不能表示这些符号 对吧 能不能表示这些符号的命题 第一个 铁和氧化合 但铁和氮不化合 是吧 好像是两个命题 包含铁和氧化合 铁和氮化合 这两个命题 两个命题 然后整个句子是这两个命题的 这个命题和后面这个命题的 后面这个是否定式 对吧 和这个否定式的一个 两个同时成立 是吧 同时成立 所以从字面上看应该是一个 就是应该是一个 这地方应该是个转折 就是它成立 但它是个不成立 好像字面上是个转折的含义 好像说这两个词同时存在 好像我们用何取来表示 但何取这个词好像和它又不完全一样 我们何取好像是两件事情同时并存的两件事情 这地方好像说有一件事情在 有一件事情好像又不在一样 好像是转折的含义 能不能表示呢 其实说的是这件事情和这件事情两个是吧 同时并存 同时并存 所以整个句子可以表现这个和这个的符合 这个的符合 这个和取 这个词子是不过是一个转折句而已 是吧 有这样的一个否定句而已 一个词子和另外一个否定句 通常回家 但是来去相念 这是自然语言里面的常用的事情 这样的常用的事情可以表示一个某种感情 某种感情 但是数学里面很难做到这个 所以数学里面不带有任何的感情色彩 所以呢它表示数学的时候 还是表示这个 表示这个和取 要表示这个和取 所以这个词子呢 我们可以表现这样的词子 P 而且非Q P代表铁和氧化合 Q代表铁和氮化合 铁和氮化合 这两个已经是简单的命题了 P和Q里面已经不包含任何更简单的命题 所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命题 符号上的时候 这样也够了 一定要分解到这个命题符号是简单的命题 你们不再包含更小的命题的时候才行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呢 即使这样的一个转折句 也可以表现成何取 是这个含义 第二个说 如果下班早就上天看看 除非我很累 没有后面一句话好办 对吧 他不说如果我很累 除非我很累 不说这句话 是个典型的什么 如果那么结构 是吧 如果那么结构在我们电影里面 是个典型的远寒式 所以这个是一个远寒式 是个远寒式 好 加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加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加了这句话好像说 好像说 这个是整个这个前面的前提 对吧 如果下班早就上天看看 这跟着除非我很累 除非很累就是等于在这个话里面 在这句话里面又加了这个前提 对吧 如果我不累 那我就去做什么事情 如果我不累我就做什么事情 如果不累我做什么事情呢 如果不累 我如果下班早就去上天看看 所以整个句子可以表示张 如果我不累 那么如果下班早的话 我就去上天看看 所以可以表示为这样的一个事 P表示我很累 如果我不累 对我被P 那遥寒在后面这件事情 后面这件事情 如果下班早的话 可以表示我下班早 那表示我去上天看看 我表现这样的一个话 表现这个事 表现这个事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描述 从这个描述里面我们看出来 它到底什么时候去上天 对吧 从这个话里面 如果我不累 如果下班早就去上天看看 那什么时候去上天呢 两个条件 一个是我不累 是吧 今天上班不累 第二是下班早 会有时间 对吧 这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时候 他才会去上天看看 对吧 所以这句话呢 我们好像也可以描述成这样的一个事 对吧 这是一个远寒式 如果前面这个 在后面这个 前面这个是一个核曲 一个是说 如果我不累 对吧 这个是我不累 第二个呢 我下班早 这两个都满足的话 我就上天看看 似乎也可以表现后面这个形式 表现这个形式 好 问题是 如果从这问题能表现两个式的 会不会出现问题 对吧 会不会出现问题 这两个式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这个式的 一个是这个式的 会不会出现问题 描述错了 还是说其他的方面 然后字面上看 我们好像没有描述错 对吧 这我们从字面里面直接给出了一个式的 这个从我们字面的含义里面 我们说也含着这样的一个式的 他去上天看看 什么时候去上天看看呢 下班早 发现又不累 应该满足这个记忆 所以 这个面题表现这两个式的都应该对 那就算 这两个式的也含着另外一种情况 应该是 这两个式本身是等价的 对吧 这两个式本身 表示同一个面题 那这两个式本身一种等价的性质 这就是我们后面要做的实现 面积之间等价是什么意思 什么时候等价 等价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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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观的 等价表示这两个问题 如果是同一个 表示同一个问题的话 这两个就等价 什么叫做表示同一个问题 我们后面的严格定义这件事情 后面我们就做这件事情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 尽管一些吃咕嚕的话 一些比较复杂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逻辑公式很清晰的描述出来 第三个 说你是个机缘机器的学生 他住312或者313 313 那这个理事到底是什么性质呢 具有什么性质呢 这句话整个结构是一个核取式 对吧 理事是谁呢 理事具有这个性质 而且还具有后面这个性质 他住312或者313 所以整个来说 理事是一个核取式 是这句话 是一个核取式 第一个是这个的核取向 第二个是自己的核取向 第一个没什么问题 理事是机缘机器的学生 这个没什么式 是个简单问题 这里面不再包含任何更简单的问题 所以是一个简单问题 第二个他住312史或者313史 这里面包含两个简单问题 一个是理事主313 又是理事主312 这个简单 这个符合命题 包含这两个简单问题 之间什么关系呢 这个符合命题 和这两个简单问题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这地方有个词 或者 对吧 或者 或者我们在定义 吸血连接词的时候 好像见过 P或者Q 我们称为PQ的吸血式 吸血式 所以或者呢 我们可以表示成吸血 这地方 他住312或者313 明显符合我们刚才那个 或者的那个 那个含义 或者那个 表面上那个式 好 那问题是 他住312或者313时 是不是就能直接表示成PQ或者R吧 我们这地方写的是一个 Q代表出313 312 R代表313 对吧 是不是直接能表示成Q或者R呢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里面写这个词子里面 没这么写 对吧 写成后面一个复杂的词子 后面写成一个复杂的词子 为什么写成复杂的词子 而不写成这么一个简单的词子呢 好 要注意 我们表示的词子 表示的命题 和原来的命题相符合 对吧 就我们表现这个词子 和原来的命题相符合 相符合是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表现的词子的这个真假 和原来的命题的真假要有什么 要一致 这两个才相符合 否则这个词子才真正表示了我们这个命题 真正表示了这个命题 好 如果你把李四读312或者读313 这句话表示成它的话 我们看 这个词子和我们原来的命题 真假之识不一样 真假之识不一样 好 在母系情况下是一样的 是吧 母系情况下是一样的 我们说一样 在任何情况下是一样的 好 但这两个呢 在母系情况下是一样的 在任何系情况下可能不一样 好 我们看看 如果 如果李四呢 既不读312 也不读313 那整个这句话就是什么 整个这句话就错了 对吧 他说李四读312或者313 他既不读312也不读313 那他这句话说错了 那这个人可能记错了 记错了 这个没问题 如果描述出这句话 如果Q为假 R也为假 根据我们的定义 Q或者R呢也为假 这两个整个是符合的 如果312是错 读312是错的 读313也是错的 那整个这个面题 整个这句话是错的 那整个这句话是错的 我们这个面题里面 如果他为0 他也为0 整个这个面题为0 这两个都为0 那整个这两个是符合的 如果一个为真一个为假的时候 而住312不住313 或者住312不住313 或者住313不住312 这个时候 两个种时候呢 他也为真 他住312或者313 那什么时候对呢 他住在312 他住在312 但是呢 没住313 这是对的 住在313 没住312 这时候也对的 他两个也对的 这种情况呢 以Q取0 R取1 或者R取0 Q取1 按我们的真值表 这个也是什么 也是1 所以也是符合的 好 还有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一住312 一住313 对吧 一住312 一住313 如果一住312 一住313 在我们这个式子里面 整个式子呢 为真 对吧 如果他一住312 一住313 一住312 一住313 我们说啊 这两个都为真的 整个西取是 整个这个式子是为真的 可是到这个看 如果312也对 他又住312 又住313 那整个这句话呢 是不对的 对吧 两个人 他问他住 他是谁 他住312 还是住313 312和313 一定会问 都住312 312还是住313 他不可能住两个房间 对吧 一个学生 他不能住两个房间 除非他是一个特殊任务 他是一个手掌的孩子 需要一个经文员 或者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大手掌 他人机比较大 他想学的东西 要住学校里面 但他带着一个经文员 他住两个 一般学生里面不可能 对吧 所以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就是住312 一住313 两个都住 是不可能的发生的 对吧 你要说他住312 前住313 对吧 你住312前住33 那这话肯定为假 对吧 肯定为假 所以这两个都唯一的时候 这个面题呢 这个面题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理解 他是为假的 理解为假的 但是表现这个事的话 他就为真了 就为真了 那就说 如果这句话表现这个 表现这个 这个事的和我们实际面题的 真假之并不符合 啊 所以描述性他 是不对的 对吧 表示不对的 啊 那问题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有的时候或者 为什么有的时候或者 可以表示我们这个吸取 对吧 可以表示我们的吸取 对吧 可以表示我们吸取 对吧 比如说 张三李四有人考了90分 张三或者李四考了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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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句话可以表示张三考了90分 或者李四考了90分 张三考了90分 李四没有考90分 这句话老师这句话没说错 张三考了没考90分 李四考90分 老师这句话也没说错 张三和李四对考90分呢 老师更没错 啊 老师更没错 啊 所以呢他可以表示为他 啊 为什么这句话就不行呢 啊 啊 为什么这句话就不行呢 啊 这是日常语言的问题 啊 不是我们数学的问题 这是日常语言的奇异性 所造成的 啊 就自然语言的 我们的奇异性 自然语言的奇异性 就自然语言一个词啊 他可能有多种含义 多种含义啊 同时一个含义也可以用多个词来表示啊 所以他的含义和这个词之间是多的多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自然语言的奇异性啊 自然语言的奇异性里面造成 但是我们数学符号是一个严格的符号 对吧 他数学符号里面没有奇异 对吧 你何许就是那个含义 只能取一种情况啊 不能有多种含义啊 所以这两个之间啊 也可能是多的多关系啊 多的多关系啊 所以你不能或者有两个含义啊 有两个含义 一种是我们和我们这么想符合的含义啊 一种符合的含义 这种情况呢 是和我们情况不符合的含义啊 它是第二个含义啊 第二个角度 可以认为是第二种或者 这是自然语言的奇异性造成的 自然语言的奇异性 其实有很多情况啊 很多种情况啊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所谓肉加膜 对吧 我们提过这个 肉加膜啊 实际上是 对吧 如果严格来说 它应该是一个 两个肉加一片膜 对吧 但是我们都理解为 两片膜加一片肉 对吧 哪个人对哪个人错的 哪个对哪个人错的 不敢说这件事情 对吧 如果较真的话 你还真是个麻烦事件 对吧 但是就拿奇异性造成的 像摄太亚等等这些东西 对吧 像这个或者 都是奇异性 所以 自然语言的奇异性里面 造成 我猜有多种表示 但是我们的符号要表示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不能表示奇异性 不能表示 只能表示一种确定的情况 按照我们的定义 我们这样的或者的选择实际上是前一种情况 不表示这种情况 比如这种情况 为了分别这两种或者 分别区分这两种或者 我们把我们在定义里面 定义里面取的这个或者 就是在或者的真值表 或者的这个表里面 或者的这个表里面 所定义的这个或者 我们叫做相容或 就是相容的或 阿八正刚才那三二或者三二三那个或者 三二三或者我们叫相依的或 相依的或 相依的或 就是说两个都真价 两个都真的时候呢 整个吸取是 整个那个或 相依的或呢 为假 相容的或里面 如果两个都为真的时候 整个相容或呢 构成的实质为真 就这两个 就这一个差别 其他的三种情况 两个是一样的 就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表示命题的时候 对吧 用这部连接词表示命题的时候 你要分清楚 那些连接词 到底什么含义 到底是哪一个或 到底是相容的或 还是相依的或 我们知道显然 他住三二二或者三一三 如果两个都为真的时候 命题显然不可能发生 对吧 他住三二或者三一三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这地方是一个 整个是个假的 整个是个假的话 我们只能表示有相依的或 好的呢 相依的或我们也可以表示 我们也可以表示 相依的或可以表示成什么呢 他住三二或者三一三 对吧 但是两个呢 不能都住 两个不能都住 所以呢 他住在三二或者三一三 而且呢 两个都住是不对的 不可能都住两个 所以这个含义和我们的实际情况 应该是符合的 实际是符合的 你们可以拿笔算一算 算一算 当这个 就这个式的 和整个这个三二或者三一三 是不是相符合的 对吧 整个这个含义 它的含义 三二或者三三的含义说 如果两个都不对的时候 两个都不住的时候 整个这式为假 这是一种情况 如果住一个 另外一个不住 这个为真 这个为真 如果两个都不住的时候 这个为假 好 我们看这种情况 和我们这个式的 和我们这个式是不是一样 对吧 和我们整个这个式的一样 这个式里面 如果Q和R都为假 Q和R都为假 Q和R都为假的话 整个这个式为假 对吧 Q和R和R呢 也为假 吸取以后呢 为真 那整个这个式的是一个假 和取上真 加和取真是一个假 对吧 所以这时候没问题 两个是一致的 如果一个真 一个为假 如果P为真 Q为真 Q为真 Q为真R为吧 Q为真R为假 这个为假 Q为真R为假 或者R为真Q为假 这个都是一 而Q为真R为假 或者是Q为假R为真 这和取起来都是什么 都为假 对吧 都为假 加个非以后呢 变成真 所以一个真一个假 整个这个式子 两个真的和取 所以还是真 好 出呢 和实际情况也是符合 好 如果两个都为真的时候 两个都为真的时候 这个式子是为真 我们看这个式子 两个都为真的时候 这个式为QR型R为真 好 和取以后呢 为真 加个非以后就变成假 好 所以这个吸取像 和取像 后面这个和取像就为假 后面的和取像为假 那整个式子也为假 前面都不用算它了 整个式为假 所以这个式子里面 在Q和R都为真的时候呢 整个式为假 和我们的式子 形状复合 所以整个式子 应该表示成它 形状复杂一点 我们仍然地表示 仍然地表示 好 这是一种情况 有没有恰恰的表示呢 有没有恰恰的表示呢 好 我们还可以表现这个式子 P跟刚才一样 P和取像后面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说 他住312或者是313 但不是两个同时的住 对吧 两个可以兜不住 但里边两个都住 可以表示V 表示这个 他住在312 住在312的时候呢 就不能住什么 住313 或者 或者 他住在313 一住313的时候 又不能住312 那住312 表现这样的一个式子 好 大家可以算算 这个式子的真假值 和一货的真假值 也是一样 对吧 所以也可以表示为他 将来隐含着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和这个式子 两个是真假的 什么叫真假 我们以后再说 好 我们用这样的五个连接词 可以表示一场生活的一些命题 一场生活的命题 包括像转折这样的词 像这样的一个 转折这样的词 表示除非这样的一些 比较隐含的 灰色的这样的词 还包含一些 日常生活的这些奇异的词 奇异的词 我们都可以描述 所以 我们知道这个词 可能能描述很多 很多命题 很多命题 那自然就会想 这样的五个连接词 可以表示很多命题 我举了很多例子 这些例子 我们都能来描述 自然就会问 第一怎么描述 第一怎么描述 第二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能经过他描述 你能不能找到一个 不然有他描述的东西 灵界词 你自然想这样的事情 我试了很多 我刚才想一样 我试了很多次以后 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你自然会想 他自然会想 如果碰到这个命题 我想怎么描述他 第二个 是不是能找到一个 他不能描述的灵界词 这是我们书上 第一 R26.4 如果汉部录的话 我们有个R26.4节 叫灵界词的完全集 灵界词的完全集 好 回答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只讨论了五个灵界词 这五个灵界词 从实际里面出现出来了 而且好像从一个非常偶然的例子里面 出现出来了 就考完试以后 你们来看成绩的时候 这个偶然的例子里面 我们出现了五个灵界词 这五个灵界词 好像能表示很多的灵界词 问题是 这五个灵界词 是不是能表示所有的灵界词 第26.4回答这个问题 说可以 他因为能够表示所有的灵界词 他就有某种完全的性质 他完全表示所有的那些灵界词 所以我们称这样的五个灵界词 叫做灵界词的完全集 他能够表示所有的灵界词 好 但这件事的证明 我们稍微晚一点 稍微晚一点 好 现在大家有个概念 说这五个灵界词 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能够表示所有的灵界词 至于怎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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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定之规 没有一定之规 最后我们就说了这件事情 好 如果想考虑灵界词的表示的话 灵界词的表示的话 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 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是不是能够表示所有的灵界词 但将来我们要证明这个 但是呢 我们现在考虑的是 用他怎么表示灵界词 在表示灵界词的时候 用这部灵界词 表示所有灵界词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这些灵界词来源于常生活 它的相应的词汇 对吧 或者这个词 我们来 齐学灵界词来自或 对吧 何学灵界词来自而且 就来自于日常生活的 那些相应的词汇 大家注意 和日常生活的词 相应的词汇 就它的来源的词汇 并不完全一致 对吧 并不完全一致 并不完全一致 是两个含义 而一个含义是 不要看到那个词 就表示我们相应的 灵界词 对吧 比如说你看到或 就一定要表示声 这个东西 对吧 他做312或者做313 是个明显的例子 你本来看到这个 或者这个词 就直接表示声 这样的一个吸取 完了 对吧 两个含义不一样 表示不一致 对吧 虽然从这个词来的 但是不要见到就表示他 对吧 并不是完全对应的 并不是完全对应的 你要看那个或者这个词 到底是什么含义 到底是相容的词 还是相依的词 是吧 这样的话 才看到底表现什么东西 当然表现这东西呢 还是表现我们 还是表现我们这个词 或者是这个词 对吧 所以不要看到这个东西 就一定要表现我们的 表现我们的灵界词 这是一个 你也不能反过来 是吧 不能这样做的话 你也不能不敢 不能不做 对吧 就是说 如果那个词 不在有我们的那个 表示之列 对吧 像但是这个词 但是这个词 对吧 像除非这个词 不在我们的那个 来源之列 对吧 不在我们的那个 来源之列 但呢 你不能 说不在这个之列 我就不能表示 我就不会表示 我就不能表示了 其实我们说 刚才说了 它是能够表现所有的那些词 它是能够表示的 能表示的 你要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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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在这之列的话 我们也能表示 就看你怎么表示而已 所以要注意的问题就是 一个是不能对号入住 对吧 一个对号入住 第二个 没见到的话 不在这个之列 这个词我没见到过 没见到过 你说我不能表示 也不对 也能表示 注意这两个问题 所以 日常上话的相应词汇 和我们人家词之间 也是一个多对多的关系 多对多就比较麻烦 大家要注意一点 好 这就是我们做的第一步 我们引用了命题符号 来表示命题 这样的符号有两个词诊 我们关心其中的一个 关心其中的一个 就是它去联谊的这个性质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关心 有这样的命题符号 构成复杂命题的构造方式 也就是关心所谓的连接词 我们定义了五个连接词 五个连接词 五个连接词 五个连接词的性质 在进一步考察 但是呢 我们已经知道 它能够表示很多连接词 很多连接词 在这一节里面 大家的任务 是要理解这部分连接词 并且能够表示上生活的命题 所以这节的题目叫做 命题和连接词 我们做了两件事情 我们定义了命题 定义了连接词 在有的书里面 这节叫做 命题逻辑符号化 命题逻辑符号化 它的含义是说 把一场生活的这个命题 表达成我们数学的符号 表示数学的符号 表示方法也是引入 命题和连接词 然后用这样的命题和连接词 来怎么表示这场生活的命题 所以还是一样的 所以命题逻辑符号化 也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概括 也是一个概括 所以我们这节课就做了这件事情 好 下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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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这个 命题逻辑符号化 就是12.3 好 既然命题 可以表达成方法上 那方法上就代表命题 那方法上的命题 方法上表示的命题 真假值怎么表示呢 什么时候真 什么时候假呢 我们就接近这件事情 好 请进行到这地方 作业在 这地方 这个是我们大后书的那个 那个叶玛 这个时候 如果你们还有早期的那个小书 分成三菜出版的一个小书 小书的话 可能还有 可能还有 这是那个 好 这几个题目 都是要 把日常生活的命题 表达成一个符号串 是吧 表达成符号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就是表达成这样的符号串的时候 一定要写 这里面出现的每一个命题符号 所代表的命题 要写这个东西 P代表他 Q代表他 对吧 一定要写这样的东西 如果不写这个的话 不知道你表示的对还是错 今天的课就到这地方 谢谢大家